大家好,今天由我来给大家讲解 企业债务融资实务操作中的公司债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债务融资工具的大家族里面都有哪些主要的分类 我们首先把融资企业给它分成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 金融企业这边呢就相对比较简单 因为金融企业呢 它是有主要是在人民监会和人民银行监管下的金融债券和信贷资产的证券化 主要是这两类 然后非金融企业呢 它根据它的不同的监管机构和不同的发言地点 然后分成了有证监会监管下的公司债和资产支持证券 有这一边四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其中这一块公司债券 那国家发改委 在国家发改委监管下呢 它主要有企业债 然后还有中小企业集合债券 还有其他债券 发改委下面的重点呢 就是企业债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银行间交易商协会 银行间交易商协会 它监管下的主要的债券有 中票 短容 超短容 然后PPN 还有ABN 等这些 现在还有是有序票据 这可是既有权益的 所以通过这张图呢 我们能看到 公司债券 只是我们整个的债务融资工具 大家族里面的其中一个分子 我们今天重点就来讲公司债 接下来我们也讲公司债的定义和特点 公司债券是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 约定在一定期限 还本复习到有加证券 这句话是一个 把公司债的定义和特点 给高度的凌链的给概括了一下 首先我们看到公司债券 发行主体 公司 怎么发呢 依照法定程序发行 法定程序 这就是公司债 他要审核 然后约定 这个就是把公司债的 你里面什么条款 你是什么债 你的期限什么的 都在这里面约定 然后在一定期限 这就是说公司债 他是有期限的 还本复息 到期叫还本 要复息 一个有价证券 他是可以交易的 还有价值的 这句话 把公司债的特点 都给主要的做了一个说明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公司债的特征 公司债的特征 这一块呢 单讲公司债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 很明显的感觉 我们这里呢 一个人把它给股权相比 然后接下来呢 就把它和银行贷款相比 来说明一下公司债的特征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与股权相比 公司债的特征有哪些 然后公司债券呢 首先来说他是债权人 他享有的是 民法上规定的 债权人的所有的权利 而股权呢 他是依照公司法 享有的是公司的一个 股东的权利 那第二个就是 公司债券的持有人 他不论公司是不是有盈利 那我们对公司都享有 按照约定 给付利息和本金的 一个请求权 而股权的持有人呢 你只有是在公司有盈利 才能依法 获得分配的一个 股东的权利 然后第三个就是 公司债券 到了一个 约定的期限 就必须要 偿还债券的本金 而股权呢 只有这个 股权持有人 只有在公司解散的时候 你才能分配 剩余的财产 股权分配是在 整个的股东这个 公司 赠余资产分配 它是在最后一环 然后我们再看 公司债券的持有人 他享有的是 优先于股东的 优先于股权持有人的 一个获得清场的权利 而股权持有人呢 必须在公司 全部债务清场之后 方可就公司的 剩余财产 获得清场 再从这个利率来看 公司债券的利率啊 一般都是固定不变的 不论你公司经营好坏 也不论你这个 不论你这个 宽本负义压力有多大 你的到期 交几付利息 这个利率是固定的 而股权的 股率分配这一块呢 它是跟公司的经营 这一块是有密切关系的 公司经营的好 然后有盈余了 它就可以多分配 公司经营的不好 然后公司亏损了 你这一块就没有分配 所以股权这一块呢 它相对来说 它的波动比较大 它的风险比较大 那对应的 它的收益也会比较大 再加上来我们再看看 这个公司债券 跟银行 跟银行贷款相比 它有什么特点 公司债券银行贷款啊 它在很大层呢 它就有一点同质性 互补性 还有替代性 它也有不同 然后它这个同质性呢 主要体验的就是 公司债券银行贷款 都是债券 到期都要还本复息 都要面临着这一块的 都要面临这个 还本复息的压力 然后互补性呢 是说 你一个事情 一个公司 你既可以发现公司债券 你也可以去用银行贷款 所以一个大企业 一般情况这些工具呢 它都是综合在使用 我不是说我只用公司债券 或者只用银行贷款 我两个哪个合适 我就用哪个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互补性 而替代性体验的哪呢 替代性体验的就是说 我公司要确定的一个 总的这种债券融资额度的情况下 我要么用公司债券 我要么就用这个银行贷款 或者是我在比例上面 我公司债券多一些 我银行贷款多一些 就是它是这样的话 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替代性的 它是低贷都要填在哪一块呢 填它就说 我公司既可以用银行贷款 又可以用公司债券的情况下 我就要根据这两个的发言条件 根据它这个公司债券的利率 和银行贷款的利率 给我债成的财务成本的差别 它的这个期限的差别 用途的差别我来综合考虑 我是用公司债券和银行贷款 但它这里面呢 也有一定的不同的 也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第一个首先体验的就是 在这个发行人 或者叫融资主体的差别 公司债券呢 它对这个发行人的主体 要求就很高 一般只有大企业 然后达到一定的标准 你有评级了 然后你的资产负债率 什么各方面都 你的未来的经营都达到 都符合公司债券发言要求了 你才能去发言公司债券 而银行贷款呢 它在这一块 适应的范围就比较广 比较广 你比较大企业 也可以用银行贷款 小企业也可以用银行贷款 中型企业也可以用银行贷款 你只不过是根据它 不同的企业 来它享受不同的利率 然后来有不同的贷款的条件 再一个就是公司债券呢 从这个一般来说 它都是信用发行的 没有什么抵制压品 而银行贷款 一般来说就是说 你要有点抵制压品 然后我银行贷款它也给你来放 然后来再核定这些 但是现在银行贷款 它也有信用贷款 但信用贷款 在整个的银行贷款的比例里面 当然还是比较小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它的用途 公司债券呢 一般来说的用途这一块 不会做一个非常明确的限制 你只要你的用途 符合你的目击说明书里面的用途 一般就可以 然后这个银行贷款呢 一般来说它有专项贷款 它有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它这些呢 都要根据你的这个 都要根据你的用途 然后做一个资金监管 做受挫支付 它的这个增用途这一块 用途限制是比较多的 然后再来看 他们这个两个的利率的确定方式 公司债券的利率确定方式呢 它一般是市场化的一个发行 它是根据这个银行间 同业市场的利率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根据你不同的融资主题 跟你的评级情况 跟你的发行窗口的选择 来确定你的公司债券的利率 而银行贷款呢 它一般是根据央行的基准利率 再根据你企业的情况 根据你锁头项目的情况 跟你的资金用途 来在这个基准利率基础上 去上浮或者下浮 来确定你的银行贷款的利率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 这个公司债券的分类 我们可以按几个标准 来对公司债券进行分类 首先我们按这个 是否记名 可以把这份记名公司债券 和不记名的公司债券 记名公司债券 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说在债券的券面上 登记持有人的姓名 转让时呢 你必须背书 并且到债券发行的公司 去登记的一个公司债券 然后不记名的公司债券呢 就是在券面上 不需要载名持有人的姓名 然后还本复息 即流通转让 仅以债券为平 不需要登记 从这个里面 从这个债券的安全性 和这个安全性来说 记名债券是安全的 但你从便利性来说 不记名债券 这个是大大的增加了 它这个债券的便利性 然后再从我们 这个分配利润的依据来看 分配利润的依据呢 它分为参加公司债券 和非参加公司债券 这两个就是 参加公司债券 就是说 你除了可以按照 预先确定的一个利率 去获得利息收入之外呢 还可在一定程度上 去参加公司的一个利润 分配的一个公司债券 这个呢 它其实就已经有这种含权的 含股权的债券的意思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非参加公司债券 这个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 所理解的 所讲的公司债券 就是持有人呢 只能按照事先约定的利率 来获得利息 你跟这个呢 就是跟你的公司经营情况好坏 没有关系 公司经营好跟你没关系 公司经营坏跟你也没有关系 你没有超过收益 你也不承担风险 然后第三个 按照这个 是否可以提前赎回 可以分成这个 可提前输回的公司债券 和不可提前输回的公司债券 可提前输回的公司债券呢 它就是说 发行者可以在债券到期前 购回其发行的全部或者部分债券 这个里面 它一般会有一个 赎回的选择权 这是对发行者的一个赎回的反映权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不可赎回的一个公司债券 就是你必须在这个 只能一次到期还本复息的公司债券 这个我们的好多国债 基本上是这种方式 然后再看有选择权来分类 按照这个分成 有选择权的公司债券 和没有选择权的公司债券 有选择权的公司债券呢 它主要是说 可转换公司债券 然后有任务权证的公司债券 和可退还的公司债券 而不付选择权的公司债券呢 就是债券发言人 给予持有人 没有把这个 没有把这些上面的这个选择权 然后给予这个 给予持有人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 公司债券的优势 因为我们这里 主要是对这个企业来讲 所以我们这边 主要站在这个发行人 这个角度 来讲一讲公司债券的优势 对发言人来说 公司债券有这么几个优势 首先呢就是说 它扩充了你的融资渠道 除了你的股权 除了你的银行贷款 它增加了一个 公司债券融资这个渠道 然后呢就是说 公司债券一般情况下 因为它对待着大企业 它募资的规模都会比较大 比银行贷款的规模 一般都会比较大 然后第三个就是 发行主体现在的拓宽 从原来的上市公司 现在已经拓宽到 这个非上市公司 并且行业这一块也在拓宽 然后第三个就是 资金投向灵活 资金投向 你按照募集说明书里面的约定 去进行投向就可以 然后目前呢 公司债券就是 审核效率也比较高 然后审核效率比较高 直接带来的就是你的资金 募集资金到位的速度比较快 然后发行利率呢 最后就是 市场利率比较低的时候 发行的利率就比较低 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为什么要发行公司债券 首先就一个就是 它可以这个 扩充一个融资来源的渠道 你在原有的债券 股权的融资渠道基础上 可以新增一个 发行公司债券的渠道 这一块就是 对公司来说 对发行人来说 这个游备无患的一个选择 最基本上对公司来说 你只有好处 没有什么坏 你可以用 你可以不用 然后第二个就是公司债券的发行主体这一块 明显拓宽 从原来的上市公司 现在已经拓宽到就是 非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司 你要符合这个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也可以发行公司债券 然后第二就是公司债券呢 它对房地产企业 然后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 然后这些发债呢 它也持有一个比较 开放的态度 这个就是说 募资规模扩大 然后比较特殊的 就它可以突破一个净资产40%的限制 我们等一会儿再讲这个公司债券的发行要素的时候 我们讲 我们会知道 这个发债的时候 你的债券融资余额 不能一般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 那这里面呢 因为我们就很好的利用了一下这个 利用了这个监管政策 就是一边你是公司债券 一边是中票短容 公司债券是在这个证监会监管 而中票短容是在银行间监管 这里面就是说 你在中票 在银行家发行的中票 发债根本已经满足40%净资产限制的限定下 你仍然可以呢 在发行不超过净资产40%的公司债券 这样相当于把你这个两个家一起 就达到净资产限制的本身80% 就新规里面 它弱化了这个对净资产40%的一个限制 第四个就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就是大家为什么都喜欢发行公司债 就是它的资金头像比较灵活 然后公司债券目击资金呢 它可以用于偿还进入计划借款 然后呢 它可以用来偿还已经发行的中票 企业债等其他的债务中的工具 然后如果是房地产企业呢 它可以用于这个房地产项目的投资 但是这里面就说 你现在新规规定就说 你不能用于拿地 对房地产企业来说不能用于拿地 然后我们讲完这个公司债券的优势 那我们对比着来看一下公司债券的劣势 公司债券的劣势这边 我们也主要是对发行人来讲 站在发行人的角度来讲这个知识 首先一个呢 公司债券它对发行人的要求比较高 和公司我们刚才讲了 它对公司跟那个银行贷款不一样 银行贷款 大企业中企业小企业 它都可以用银行贷款 而对这个公司债券发行呢 一般来说只有大企业大公司 然后它才可以 那对企业要求是比较高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公司债券它和股权相比 到期你需要还本复息 然后债券存续期呢 宏观环境 或者你的这个发行人的这种经营环境 发生变化 这个呢 在这种情况下 你仍然要对债券持有人 去作为还本复息 它这个呢 就有可能有时候你 比如说你真的这个债券 真的债券发行人 它这个存续期比较长 有的三年有的五年有的七年 尤其是比较长的债券的情况下 它发行人跟着市场的环境变化 或者自身经营的变化 它可能到期没法还本复息 这个现在的债券也比较多了 然后像这个之前的超市债 然后后来的现在的东美特纲 等等这些债券违约的事情 也是有发生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你公司债券 我们知道是要付利息的 利息这一块呢 它带来的是公司的这种 财务成本增加 财务成本增加呢 这带来就是你公司经营利润的减少 那第四个就是 你在公司借薪还就的时候 你可能面临一个利率的不确定因素 比如我开始的时候 我企业之前 在这个利率环境比较低的情况下 我发了大量的公司债 然后我也上码了大量的新项目 但是等到过了三五年 我这边这个第一期公司债 要到期的时候 我要还这 我要对这个公司债金偿还 然后我的新项目呢 上码的情况 或者是周期比较长 或者是上码的情况不理想 那这时候我要还债怎么办 我可能要被逼着 我要去发新债还就债 你发新债的时候 这时候再发新债 市场利率可能已经上升了 或者说你发债的环境已经变化了 那这里面就两个情况 第一个你利率上升 导致你的发债成本增加 第二个市场环境 发债市场环境变化 这导致就是 你这个 可能新债很难发 或者发不出来了 这种情况下 也对你的还本复息 市场环境变化 对你的还本复息 对你的原来就债的偿还 带来一个很大的偿还的压力 然后公司债券 劣势这块我们也可以看到 一个就是说 你这个公司债券 因为它到期要还 所以到期一个 还本复息压力比较大 然后尤其是最后一期 在集中的还本复息的时候 它有个发言人 带来极大的资金压力 然后因为公司债的还本来源 是公司的经营利润 但是公司的未来经营这一块 大家都知道 它公司经营是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的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利息成本 它会导致经营减少 然后发行人 要对公司债券进行复息 那这个利息呢 它就会减少公司的经营利润 然后现在有很多企业 它是尤其上市公司也好 非上市公司也好 你都有这种利润指标 和利润预算的压力 那这一块呢 它就会对公司的利润指标 带来压力 然后第三个就是 如果一旦发生债券违约 就对公司的声誉 这个影响比较大 因为公司债券的发行 它一般都是公开发行 是公开发行 然后它面对的是公众投资者 而公众投资者 对这种债券违约 你这个整个的 带来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尤其带来比较 极大的声誉风险 这个呢 公司债券一旦违约 对你的未来的 通过其他方式去融资 都会带来非常大的 负面的影响 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你债券到期 你在发信债的时候 你可能面临高利率 然后也可能面临市场环境的变化 你债券不太好发 这两个都是不确定因素 对公司这边都有不利的影响 那我们知道就是 公司债券这边 中国的这个债券融资这一块 在之前呢 市场规模一直比较小 然后企业融资呢 主要是靠银行贷款 等间接融资渠道 但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公司债券这边 监管层面给出了一个新规 2015年1月 政家会颁布了 公司债券的发行与交易的管理办法 开启了公司债券的制度的变革 这个制度呢 对公司债券 对公司债券的发行 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松绑 然后是一个很大的制度红利 是一个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改革红利 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带来了公司债券 发行市场的井喷 我们可以看看核心变革这边 主要有四个 一个呢 就是说发行主体扩容 原来 发行公司债 它现在在上市公司 现在就是 非上市公司 也可以发了 然后我们知道中国 对中国来说 上市企业就那么几千家 我们的非上市企业占比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这个数量要远远的大于上市企业 并且它有好多这种资质的还不错 然后能达到发展条件 所以这个呢 就把我们这个发行主体 给做了一个大大的扩容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行业 发展的行业范围这边 做了一个扩大 就是你可以把房地产啊 然后你部分内金融企业啊 然后都还可以 这一块呢 它就把这个发展的行业范围 给扩大 然后第三个就是 发行方式增加 你除了公开发行 现在增加了非公开发行 你私募发行这一块 然后第四个就是 发行审核的流程 也做了一个简化 就新规出展后 审批流程最短 可以缩短至一个月 然后这个政策效果 它就是说 我们这个极大的 带来了一个制度的红利 然后从这个 对这个 政策现在变得非常宽松 然后公司债券的交易所 债券品种的这个 托管量 发行量 交易量 都有了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 这个公司债券的发行要素 按照这个法律规定 公司债券的发行呢 它有发行主体 发行规模 发行期限 发行利率 然后发行用途 然后等等 其他的一些 主要的主要的要素 我们这里逐一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发行主体 发行主体现在是 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发行公司债券 有限责任公司 也可以发行公司债券 对股份有限公司 在竞资产要求是说 竞资产不低于人民币 三千万元 对有限责任公司 竞资产要求是 不低于人民币六千万元 这两个 它为什么有这两个区别呢 它主要是从这个 公司的组织的方式 还有这个 对信息披露的要求 这一块来看 股份有限公司呢 它更多的是一个 资合的公司 对信息披露要求非常高 而有限责任公司呢 它是一个 人和加资合的公司 对信息披露的要求呢 就没有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高 而我们发债呢 它本身是一个 相对比较公开的行为 所以这里面就对 有限责任公司的竞资产 是要求的是 不低于人民币六千万元 要求比股份有限公司 是高一些的 但是实际上来看的时候 从实际发行 从实际的发行情况来看 这个净资产要求 是远远不够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 这个跟着第二条 再一块一块讲一下 那第二个 我们就看这个发行规模 发行规模这个呢 就是说 从这个公开发行来说 它累计的债券发行余额 要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40% 然后最近三年 公司的可分 平均的可分别利润 然后足以支付公司债券 一年的利息 这个40% 我们再结合这个 他们的净资产的要求 我们可以大概给它测一下 你拿股份有限公司来说 40%的净资产是多少呢 1200万 你在市场上 你发一个1200万的公司债 你都不够这个 中介机构的车马费 然后不够它的车旅费 不够大家的辛苦费这些 所以这个呢 只是法律规定一个 最低的一个要求 实际上你去发行 发行业公司债 净资产 基本上在十几亿几十亿起 然后这样的话 你才能达到一定的发行规模 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然后市场也才会认可 你这个发行主体 你这个发行 发行人的实力也会比较强 然后发行规模这边呢 我们分公开发行 非公开发行 公开发行呢 它是有规模限制和比例限制的 所以非公开发行这一块呢 它就有一个没有明确的要求 你知道呢 找到投资者 认可你这个融资主体 他愿意给你 他愿意给你投资 那行 你这一块就可以发行 所以他对非公开发行 这一块要求别的 我们看那个发行期限来说 发行期限来说呢 公开发行这边 它一般来说是一年以上 然后绝大多数呢 是五年啊 七年啊 它的长期限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非公开发行呢 它对这一块就不做限制 而这个公开发行 它这个发行期限比较长呢 对发行人也好 对中介机构也好 都是有比较大的好处 对发行人来说 你发行期限长 你这个发一次 你折腾一次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 用一个比较长期限的钱 你可以去投一个比较长期的项目 然后这个钱呢 你可以用的期限比较长 你可以这个 在这个比较长 在这个你的 能更好的配合你的 企业的融资规划 投资规划 对你来说都更好匹配 而对这个参与发行的中介机构 券商也好 然后律师也好 评估也好 然后会计师也好 尤其是对券商来说 他的券商的成交费 是等于这个发行规模 乘上发行期限 乘上 事前谈定的一个费率 所以就是说你期限越长 对券商来说 他能拿到的这个中介费用 拿到发行费用也越高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 公资债券发行的一个资金用途 我们刚才提到 公资债券呢 他的一个一大优势 就在于他的资金用途比较广 并且限制比较少 比较灵活 我们这里面可以看到 他主要有这么几个用途 一个呢 他可以用来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这个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他可以包括有信托 然后有融资租赁 银行贷款 他都可以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给偿还 你已经发行的 其他的债务融资工具 像中票啊 短融啊 企业债啊 等等 其他一些这个 职业债务融资工具 然后第三个 你发行工作债券 可以用来补充流动资金 这个补充流动资金呢 他也这个 要求的也比较简单 不需要控制框算 他也这个 只要把这个合理性 给说明一下就可 我们知道在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中的 流动资金贷款的时候 他要根据这个 监管机构的规定 你严格测算 你未来的流动资金 需求是多少 我能给你发放的 流动资金贷款 就要小于这个金额的 严格来说 不能超过这个金额的 那公司债券 这个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这一块 他的要求 其实他相对比较少一点 然后第四个呢 是要把它投资 一个固定资产的投资项目 然后包括这个房地产项目 那这刚才也强调说 就是在目前的监管程度 你不能用于拿地 不能说你发债的钱 过去拿去 用于这个房地产企业拿地 这个是不可以的 然后我们刚才也讲了 就是从这个主管部门来说 他就中国证监会 刚才说这个 债券大家族的监管机构 有证监会 有发改委 然后有银行间交易商协会 然后还有这个央行银监会 他这个就是不同的 监管机构 对应着不同的债券品种 那第三个呢 我们再看这个审核期限 审核期限呢 首先我们分成公开发行 和非公开发行的两个大类 公开发行来说呢 我们把它分成这个 面向公众投资者 与合格投资者的一个公开发行 这个就俗称是大公目 那这个大公目来说呢 是受理发行审刑 申请文件知识期的三个月内 做出是否核准的决定 这是一个标准流程 就是三个月 然后第二类呢 指面向合格投资者的一个公开发行 这个呢 俗称是小公目 小公目呢 就是说在标准流程的基础上 再简化一下 它的一个核准程序 审核期限呢 比它们短一个月 大概两个月 然后第三个 非公开发行这一块呢 我们又给它发生 分成这个挂牌转让 和非挂牌转让 两种交易方式 在挂牌转让的交易方式下呢 就是它在公开发行的基础上 进一步简化 审核期限更短 然后这个呢 一般来说 审核期限是在一个月左右 然后非挂牌转让呢 就是说你先发行后备案 然后这个就把这个审核程序 这一块整个给它就剪掉了 从这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是 从大公目到小公目 再到这个非公开里面的挂牌 非挂牌 它的审核期限呢 是逐渐的缩短的 它对它的这个审核要求呢 也是逐步的降低的 因为这里面 它主要面对这个投资人的专业性不一样 要这个里面 它是面向公众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所以它要求的 中国的这个监管机构 喜欢对这个投资人 做一个监管背书 所以里面公众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它这个审核的就比较多一些 这个小公目呢 就把这个公 它就没有公众投资者 就只面向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经验更丰富啊 它比这个风险筹入能力更强啊 所以它这个审核期限呢 就相对来说 就简单一点 对这种非公开发行呢 监管机构的态度就说 你反正发行人和投资人 一个愿打啊 一个愿挨 那这里面 它就简化了这个发行的审核流程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公司的交易场所 公司的交易场所呢 我们也分成这个公开发行 和非公开发行来看 公开发行呢 就是说你只能是在证券交易所 然后全国中央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在这里进行交易和转让 而这个非公开发行呢 它的场所就会多一些 除了在这个刚才提到的证券交易所 和这个全国中央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之外呢 它也可以在这个机构间的私募产品报价 与服务系统 那个在证券公司的柜台 交易进行转让 然后讲完这个前面的交易场所 我们再讲讲这个公司债券的主成交商 这个公司债券的发行 一般离不开主成交商的 在中间的居间协调 公司对这个主成交商的要求是 公司债券要有具有证券 它有证券 承销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来进行承销 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对证券公司 它是进一个分类监管的 那个 首先你要有一个证券公司的牌照 在这个证券公司的牌照下呢 它又分成你的证券的经济 有交易 有发行 有承销 然后有你的投行 有你的其他的 有你的资管 等等这些牌照 那这个对公司债券来说 你不但有证券公司牌照 你在证券里面 你还有这个证券承销业务 也有这个牌照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再总结一下公司债券的审核流程 公司债券的审核流程就是 首先就是大公募的标准流程 就是三个月内做出是否核准 然后小公募的这个标准流程 就是它这个流程一般不超过两个月 比这个大公募是少一个月 而这个非公开的发行的标准流程 就是说它从这里面 有交易所进行审议的非公开发行 一般的时间它是不超过一个月 这也是刚才这个根据它投资者 然后根据你的发行情况 然后这个审核呢 从公开到非公开 审核标准是逐渐放宽 审核时间是逐渐缩短 我们呢通过这个表 让大家这个学习一下这个公司债券的一个审核流程 公司债券发行 一般你要董事会 要通过一个公司债券的一个融资议案 董事会通过之后 然后再报股东会或者是其他的有权机关 这个有权机关指的是股份 指的是这个有限责任公司的有权机关 然后通过公司债券的一个融资议案 然后这个这边呢是走完一个公司内部的一个决策流程 公司内部决策流程走完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发行情况 然后来选择不同的这个审核路径 如果你是发大公募呢 那我们就是按大公募这边 你申报材料 报证监会 报证监会呢 证监会经过三个月内做出一个是否核准 然后证监会核准了 那行就可以发行上市挂牌 然后如果是小公募呢 这边就是一个首先就是小公募就走的就是交易所预审 交易所预审呢 它是比证监会审核是简化了一个核准流程 那以交易所预审意见为准 并且这个审核时间 虽然它多了一道这个流程 它是它这个审核时间是缩短 那交易所审完之后 也是走一个发行上市挂牌的转让的一个流程 那刚才讲的这边呢 它是一个公开发行的 那这边我再看看的 如果你要走非公开发行 非公开发行就分成两个 诶就是说你是挂牌转让还是非挂牌转让 如果挂牌转让 这边就要有一个交易所的审核论证的一个过程 不挂牌转让就没有这个交易所论的这个过程 然后它在这个交易所论证完之后 让它发行上市 最后呢 你发完之后向这个协会去做一个备案 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公司债券的四种的不同的审核的一个流程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公司债券的两个月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公司债券的三个月